在清朝末年 在一个小镇上 有一个姓王氏王志家族 和一个姓胡氏的家族 两家世代为敌 然后人家只要一碰面 不是骂就是打 有一天晚上 王家的王虎和胡家的胡依 从集市走出来到没有开打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小路上 但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相互不理睬 天色渐渐暗了 走着走着 突然这个王虎就听见前面 姓胡的哎呦一声 掉到了黑暗的沟里去 王虎看见之后 赶忙上前把他拉上来 心想 无论如何这也是条人命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王虎隐隐约约 看见了胡依在西沟里挣扎 集中生智 连忙摘下一棵树枝 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 这个胡依被救上岸之后 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 这些 然而这个胡依突然从黑暗当中 看见救他的人是仇家王虎 胡依怀疑地质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王虎说我为了报恩 胡依更加的疑惑说报恩 恩从何来啊 王虎笑地说 因为今天晚上在这条路上 只有我们两个人 一前一后 刚才你遇险的时候 要不是你阿佑一生 第二个掉入沟里的一定是我 所以我哪有知恩不报的道理 所以要感谢你 这时候他们的双手握在了一起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接 一个人想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光靠自己的力量那是不行的 光靠朋友的力量那也是不行的 有些人过去是你的竞争的对手 只要你可以包容他 你再大的仇恨也能消融 再多的朋友都可以结交 所以佛法讲包容心 忍辱心才能换回人间的真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